巴厘岛中美会晤刚刚结束 美国就变脸 炒南海神手了 大家好我是乔云华 欢迎收看一句话观点 美国斥资6650万美元 在菲律宾扩建军事基地 南海获成中美博弈的新战场 G20峰会前夕 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巴厘岛举行了一次 富有建设性的会晤 并重启了许多方面的对话合作 看起来中美关系好像有了缓和的趋势 只不过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 在谈判桌上 中美气氛一片祥和 在谈判桌下 新一轮的中美博弈早已经开始了 就在不久前 菲律宾方面宣布 根据美非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美国将在这框架下 新增五个军事基地 并斥资6650万美元 现在其中三处基地修建军事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基地基本都为菲律宾北部靠近南海的位置 所以美国在这些地方修建军事基地 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跟菲律宾加强所谓的防务合作 更有可能是要破坏我国南海地区的稳定 显然这一次中美博弈的主场定在了南海 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资源丰富等原因 南海一致以来都是中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也是因此对南海吹烟已久 而为了让自己能够介入南海 甚至掌控南海 美国这些年来也一直都在试图搅乱南海的局势 和让自己能够浑水摸云 而与中国在南海有争端的越南和菲律宾 则是美国朝南海伸手的跳杆 中国自然不会让美国轻易破坏周边的稳定环境 实际上在我国这些年来的苦心经营下 南海局势已经基本趋于稳定 比如中美南海之争 现在的态度就有所变化 明确表态各国都应该积极力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显然在南海问题上已经与中国打成了共识 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 中国还与东盟各国发表了联合声明 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也已经提上了制定 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美国肯定不乐意看到我们控制住南海的局势 越南刚在南海问题上表国态 估计是挑不动事了 那就让菲律宾上 正好马克思上台后 菲律宾的外交路线已经有了变化 虽然在嘴上依然说着要保持中非友好关系 重启南海谈判等等 但在实际上却开始了疏远中国 转而亲近美国 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也越发频繁了起来 再加上菲律宾曾表国态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它会站在美国一边 这就意味着美国加强自己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可能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南海 就连台海局势也将变得更加紧张 这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当然不是说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强到能够威胁到中国 而是指菲律宾给了美国朝我国周边伸手的机会 这才是破坏南海周边稳定的祸根 希望马克思明白 美国才是导致世界局势混乱的罪魁祸首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不要让自己成为美国的代言人 否则入京的乌克兰就是下场 所以菲律宾做事之前 一定要先想明白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